欢迎收听9月18日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节目 我是宋梓杰 首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 香港整体市道未见起色 餐饮业界话 今年中秋生意额跌了一成到一成半 人权组织估计超过200名美国人正在中国被激压 家属批评审讯不公 德国监管部门叫停多个在中国的减排项目 怀疑涉及欺诈造假 详细新闻内容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星期三特别为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举行新闻发布会 表扬黎智英对民主的坚定承诺 并支持香港民主派47人初选案各个被告 以及其他正被香港政府不公正拘留的政治犯 呼吁特区政府立即释放所有人 出席并在记者会发言的 有民主共和两党资深议员 包括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卡丁 众议院荣誉议议长佩洛西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议员李斯 参议员麦克利 以及众议员史密斯麦高文金颖玉 所以有很多人们遇到在许多桁 在许多桁 在许多桁 在公司上 在公司中 在公司上 世界上的文化 自由的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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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所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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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知道 他的聲音是 是在未來的 所以我們的訊息是很明顯 我們希望他發生的 我們希望中國 中國人生了 他們的信息是 香港人生了 我們希望你會不會放在這裏 我們相信我們會放在這裏 我們會繼續放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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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是做的 是正確的 法律人權 但正確的 他們的信息是 香港的 我們會跟你們 我們會跟你們 美國國會 及行政當局 中國委員會 星期三 就被中國 激押的美國人 舉行聽證會 有人權組織估計 現時中國激押了 200到300名美國人 其中一名在囚者家屬 接受了本台專訪 指中國法院的審訊過程 存在不公 江榮報道 十年前的一封眾獎信 令到在美國芝加哥 長大的杜欣亨特 從此無法再和他爸爸 自由地見面 當時42歲的杜欣亨特 熱衷抽獎活動 所以當他收到一位 自稱英國律師的人發來電郵 說他贏得 免費到澳洲旅行的機會 但要先到香港領取獲獎文件時 杜欣亨特 都是興奮大於懷疑 收到機票後便立即起程 杜欣亨特在廣州的九日行程 和香港一樣 酒店和觀光費用 都由他口中那個 友善的主辦單位負責 他們甚至在杜欣亨特 出發到澳洲前 送了他一個皮革製造的手袋 但中國執法人員 在機場檢查行李時發現 這個皮手袋的內襯 藏著超過兩公斤的冰毒 杜欣亨特 因運毒被中國法院判死刑 緩刑兩年 2017年 刑期減免為無期徒刑 本台查證 杜欣亨特家人提供的電郵 發現那位自稱艾倫歐盟的 英國律師 所用的電郵地址 和報稱的英國電話 都曾被網民 舉報為疑似片案 在一個由民間營運的打架網站上 本台更發現 有其他人 舉報那位英國律師 用同一個電郵地址 發送中掌信行騙 而那一封疑似行騙電郵 和杜欣亨特收到的電郵 只相隔一個月 打架網站上注明 電郵都是同一個 所謂419騙局有關 幕後主犯來自 尼日利亞 和其他非洲國家 編徒會向受害者稱 有彩票獎金、遺產等巨額財富 等待受害人領取 受害人最終會被騙 將自己的錢 寄給那些匿名的犯罪分子 杜欣亨特的哥哥 有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 這是杜欣亨特的家人 首次公開講述他的遭遇 並尋求外界協助 原因 與許多遭遇相似困境的家屬一樣 屋中的家人健康狀況惡化 而且面臨安全威脅 10年前被捕後 杜欣亨特告訴家人 在拘留所曾被性侵 他現在被囚禁在廣東女子監獄 生活在一個經常被監視的高壓環境 對身邊的人缺乏信任 今年6月 杜欣亨特的哥哥 到廣東女子監獄探望他時 親眼目睹 昔日愛美的那個女孩 已經變成滿頭白髮 受弱的53歲中年婦人 更嚴重的是 杜欣亨特的子宮和卵巢有腫瘤 可能是癌症的症狀 他拒絕接受治療 而他哥哥在向中國當局爭取幾個月後 仍然未能獲得私隱豁免 擔任醫療代理人 長期關注中國籌權的對話基金會 創始人康源認為 杜欣亨特的案件 確實有可疑之處 他又直言 中國司法系統缺乏正當程序 犯人獲得公正審判的機會渺茫 看完估計 現至少有200名美國人 正在被中國當局施加不同形式的強制措施 其中包括行政拘留、審前拘留及監視居住 由於美國牧師林大衛在星期六獲釋 美國國務院錯誤拘留名單上的人數 現減至4人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江永報導 香港今年第二季經濟雖然有3.3%的增長 但整體市道未見起色 餐飲業界指今年中秋的生意額 比去年下跌一成到一成半 主要是港人不想消費 以及大陸遊客消費力下降所致 雖然政府舉辦了不同的中秋活動 但對刺激消費作用有限 中廣正報導 政府常說香港是盛視之都 大坑無火龍 呂法局在灣仔的無人機表演的確是人氣鼎盛 但遠來維港兩岸的民生區域過節氣氛又如何呢? 住在元朗的毅先生表示香港經濟不好 住家附近無論是平常還是節日 食屎和商店都非常冷清 他今年更省錢在家裡過節 住在北角的陳先生就選擇和家人到深圳過節 認為香港物價高服務差 無論政府辦多少活動都無法留住港人消費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和週三接受訪問時承認 今年中秋生意較去年跌了10%至15% 原因是北上消費趨勢持續 加上大量市民親家旗外遊和經濟環境欠佳 雖然沒有火龍和無人機表演對當地食肆有一定幫助 但其他區域相對淡靜 內地來的遊客 沒錯數量是多了 但消費力又減了 去年的生意超過3億 當日來說 今年來說 我相信是會有所減縮 比經濟的問題 以及一些 例如以往有很多內地的政府機構 或者香港的一些企業 做很多飲飲的活動 現在不是說沒有 但以為數來說其實是縮減了 他指根據餐飲業生意額比例 本地市民消費佔差不多九成 其餘百分之十到十二才是旅客 認為最重要是吸引本地市民留港消費 中國旅行來港不消費 內地本身同樣也只有人流 沒有金流 中國交通部統計 中秋節假期第一日 人員流動量達2.16億人次 但節日消費指標 例如月餅銷售和電影票房同高下跌 據中國背考食品堂製品工業協會的統計 2024年中秋月餅銷量30萬噸 銷售額200億人民幣 比去年下降一成 月餅為何賣不動發尚熱手 有中國網民指 去年月餅銷量已比前年下降一兩成 今年更加是腰斬 有的專家總認為阿市人們有錢不消費 想盡辦法刺激消費 但這些錢其實都不在老百姓手裡 真的是沒錢消費 而且這些月餅真沒那麼好吃 對不起這十幾塊錢的價格 另外一個就是現在人們壓力是真的大 就這種緊繃感很難讓人享受假期 你更別提買幾塊貴的月餅來搞儀式感 人們生活得有幸福感 才會對中秋和春節有儀式感 電影票房是另一個消費指標 中秋節電影票房報收3.89億人民幣 已比日後2022年的3.71億略高 但與2019年的8.03億相比 下跌超過一半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眾廣正報導 香港北角一名有精神病紀錄的男子 一前涉嫌持刀襲擊家人 結果被到場的警員開槍擊斃 警方說警員當時是別無選擇 但有曾經處理傷害個案的前社工 就質疑現場警員的反應令到事件惡化 有前警務人員說開槍不一定是錯 但並非唯一選擇 梁銘康報道 事發在香港時間星期日晚 一名38歲確診患有思覺失調的男子 懷疑在北角家因為病發而和家人口角 其後向他老婆和媽媽施襲 妻子健壯報警求助 警方衝鋒隊幾分鐘後接報到場 在警告無效後 向男子開了一槍並且命中兇口 男子被送往律敦至醫院後證實死亡 死者父親事後接受商台訪問時透露 這次並非第一次因為兒子病發而報警 死者本身也沒有暴力傾向 本來報警只是希望將他送院接受治療 不明白兒子為何最後會被警員擊斃 港島總區刑事總部警司閃國明 在事發幾個小時後向傳媒交代案件時 讚揚開槍警員冷靜、堅定 並對那名警員使用武力予以肯定 又解釋警員開槍的急切性 那位死者手持左右兩隻手都有武器 衝向我們的同事 在這個情況下 為了保障在現場所有人的生命安全 我們是別無選擇 2009年尼泊爾裔男子林寶 在何文田同樣因為持有武器 和一名交通警員對峙 最後被擊斃 前香港資深社工Bibi 曾協助死者家屬追究責任 他批評 今次警方的處理手法 和十幾年前相比根本沒有改善 但是今天的香港 要追究就更加艱難 警方的發言人出來說 已經定性了 開槍是唯一選擇 化名中榮的前香港警員向本台表示 根據警方內部指引 面對手持致命武器的目標 使用槍系屬於合理武力 但並非唯一選擇 因為衝鋒隊 同時擁有俗稱鐵甲威龍 可以抵禦刀衰的防暴裝備 是否略無選擇 我不知道當時的情況 但不可以說使用槍系 這是錯的 如果案件的危急性 是太急切的時候 有機會構成了單位 因為疑犯不僅是他一個在單位 他家人也在 有機會是傷害其他 所以竟然有機會在這個情況下 會寧願快速進入單位 而不是在外面用寶貴的時間 去穿上裝備 有死者鄰居日前向廣媒表示 警方接報到場後無奈 聽到他們大聲向死者警告 放下剪刀、放下白刀 未忌就聽到槍聲 BB認為 開槍警員並沒有遵照 要對精神無行為能力人士 給予耐性的指引 形容警員開槍決定魯莽 也有這樣的理解 但似乎開槍或到場的警務人員完全缺乏 對精神病人那種很基本的認知 和那種同理心 自2020年起 警方已經安排所有前線警員 在執行的時候 會被隨身攝錄裝置 但有別於歐美國家 現時僅限於警員處理大型公眾聚集 破壞社會安寧 或需要搜證的場合 才必須開啟攝錄器 本來向警方查詢 在場警員事發時有沒有啟動隨身攝錄器 以及會否考慮公開影片 釋除公眾疑慮等等 但至截稿前未獲回覆 自由華州電台記者梁明康報導 德國監管部門計劃叫停四十幾個在中國的減排項目 他們涉嫌造假 為由公司騙取德國發放的減排證書 計而獲利 牽涉市值達到15億歐元 據報有公司參與的所謂減排項目 實際只是養計場 德國聯邦環境局星期一舉行新聞發布會 表示計劃終止與中國相關的 45個上游減排專案認證程序 撤銷之前發出的證書 環境局負責人梅思納表示 這45個中國項目有非常強烈的欺詐嫌疑 涉及的證書牽涉600萬噸碳排放量 市值達到15億歐元 德國上游碳排放減少 指在幫助大型石油公司 實現歐盟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機構 石油公司可以透過參與全球上游減排專案 通過支持國外的碳減排項目 抵消部分減排量 從而向德國聯邦環境局獲取上游減排證書 以達到法定目標 目前上游減排的交易價格大約是每噸85歐元 碳交易的價格被一些企業見到巨大商機 德國當局已經批准了75個上游減排項目 大部分都在中國 律師謝福爾德接受德國聯邦環境局委託 審查與中國氣候項目有關的涉嫌欺詐網絡 中國打著減排旗號造假 西方企業就為了自身利益和中國勾結 而德國等西方國家的政府就為了環保目標 對問題視而不見 澳洲價值聯盟成員時評人黃普勝表示 事件反映中國式腐敗 透過與外界的合作對外輸出 並滲透到民主政體 他批評近年歐盟 特別是德國 不斷強調要在碳排放議題上和中國合作 結果搬起石頭摘自己的腳 德國或是西方的奸商上游碳排放計劃放在中國 就是因為看準了中國整個機制是一個腐敗機制 他們利用了這個機制跟中國的權力腐敗勾連在一起去騙 德國政府上游碳排放證書 報過來再去騙他們自己政府的錢 讓這個國家的全體老百姓來買單 他趁著我們幾個大國碳減排計劃 在打歐盟排占他們的控制 變相地坑海歐盟坑海德國 跟中共合作就跟鬼合作 不會得到任何好處 據報大量在中國的上游減排專案 連申請報告的執行地址都涉嫌造假 例如開採地址根本不存在 專案執行地根本沒有任何一座 幫助減少碳排放的設備或工廠 有案例子一名舉報者甚至直接向公司透露 公司參與的一個所謂碳減排項目 實際上只是一個養雞場 接著由潘家晴報導幾則新聞簡訊 前港督彭定康早前自信英國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 要求解凍在英港人的強積金 並呼籲英國政府採取行動 兩家銀行近日回應說 需要遵守香港的法規 英國財政部和外交部的官員軍表示 已經向港府反映 並指歧視BNO而英港人 不可接受 一名就讀深圳日本人學校的10歲男童 週三上午上學途中被一名持刀男子襲擊 警方接報導長拘捕44歲的疑犯 並協助將藍童宋苑救治 但警方沒有透露兇徒的犯案動機 中國交部發言人表示 案件正在調查中 強調中方將持續設實 保護在中國的外國人安全 日方就表示 日本駐當地的總領事館 已經向中國當局要求採取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的措施 今次是三個月內第二宗日本人在華遇襲事件 中國航母遼寧號 連同飛彈驅逐艦等三艘艦隻 週三航經日本沖繩縣 與喇國島和西表島間 一度進入日本領海外側的輪接區 是歷離首次 該地理位置敏感 接近台灣本島 而沖繩有美軍基地 日方就情況向中方表達嚴重憂慮 中方說 有關的活動 符合中國的國內法和國際法 面對中國在印太地區日益增強的軍事力量 李國正逐步調整武器策略 並轉向更加注重成本效益的機動性武器 以提高美軍在區內的軍事力量和威懾力 據《路透社》報道 QuickSync快速擊沉是美軍目前加速測試和打算 大量儲備的一款新型反艦武器 美國空軍上個月出動B-2隱形轟炸機 在墨西哥灣成功用這款新武器擊沉一艘把船 有專家說中國在氾濫飛彈數量上仍有大幅優勢 但美國透過加速生產這類低成本的武器 早已令中國的戰艦在未來衝突中面對更大的威脅 去年11月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三藩市會晤後達成包括禁讀合作的共識 以倒截芬泰尼等毒品流入美國 但美國測讀局近日卻決定關閉在上海和廣州的辦事處 只留下北京和香港的辦事處 目前還不清楚關閉辦事處的確實原因 有美國官員表示 中國的合作有很大程度只是名義上 隨著美中關係惡化 被派駐到中國辦事處的人員 獲取簽證要面對諸多的困難和限制 更多新聞和分析評論 請到本台官網和各社交媒體平台閱讀或收看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 通訊� 非常感謝 發生 通訊 發生 8月 非常感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